所以我们今天就更深入每一个的区域探讨 让我们用多一点时间去明白这个目标 目标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基础 给我们有能力 有推动力 觉得很有方向感的 目标是多重要呢 Kernigy我们都听过他 Kernigy很有名的公开的讲说家 讲员 他就说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说3%的人都有清楚的决定 明白他们的目标 结果他们真的把这个目标落实了 这个是小部分的 所以结果97%的人 大部分人都好像没有目标 结果目标就不明确 那当然没有目标的话 你就不能够落实你的方向跟你要什么的成就 那他做了研究有十亿的跟进这一群人 发现真的在这一群人当中失恋后 3%的人的确很清楚他们的领域跟他们的目标就有一个很大的成功 那很明显的另外97%的人结果真的是没有什么的起色 妈妈夫妇无论是工作生活上 所以希望我们都不是在97%里面 希望我们都是在3% 那有一个很有名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汽车大王Henry Ford 他自己12岁的时候就已经立下要做一个发明家 哇他12岁就有这样一个目标 然后他说10年内我要完成这个汽车的动力车 哇这个非常有干净有意向的12岁的小男孩 那虽然他没有在10年里面成就了他这样一个目标 就是17年后他29岁还是很年轻啊 真的成功了 他就说成功的要决是因为他曾经有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 同样的我们自己跟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呢 更是愿意帮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的目标 那目标有短期的有中期的也有长期的 那我们就探讨深入的去讨论目标有什么样的作用 怎么可以能够导致到有好的目标呢 就是要有很清楚的信念 特别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的信仰 上里当我们讲到寻求神信义无不取 就是给我们很坚定的信念 然后让我们很积极正面的很乐观 我常告诉你们我的对人生观就是半杯满的 就是半杯水当中不是半杯空的 是半杯满的 因为我们都看到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神都要用都不会浪费的 然后给我们很积极的行动推动力 愿意去建立计划 帮助我们能够有聚焦专注 怎么去深度的思考来去好好的有工作的能力 也给我们有价值观 有意义 知道工作人生的意义 而且有一个满足感 最后给我们有一个成就 成功的一个目标管理 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因素 所以有了我清楚的目标的话 我们要考虑这个目标应该是低的还是中等的 还是很高的目标 然后我们就考虑这几种 在英文的话我们都听过这个Smart Go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一个翻译 就是说要很明确的讲清楚 你要达到怎么样一个目标 给你有一个推动力 而且能够是很宏大的 不要太容易的 所以有一个所谓的健康的压力 是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达到 可是也不是高不可攀 这样能够有一个正当的 差当的一个健康压力 帮助我们推动我们 同样像我们的孩子 申请大学也是这样 对不对 我帮助很多的学生在找大学的时候 都知道说 有一个是直接他们的成绩 能力多少的所谓的target school 就是跟他完全吻合的 没问题可以进去的 然后也有一个reach 就是说要高一点 努力一点才能够去的 因为他要求的分数 给他的成员高一些的 我们可以关掉有一些声音吗 Joyce跟五弟兄 谢谢 那这样也要知道这个目标是可以量读的 所以是有measurable 我们在写李力表 以后我们要讲到面试那些的时候 都要知道除了目标 跟我们这个成绩结果做的多少 一定是要有数量的 数量是很有能力的 我们就说numbers are powerful 有数据就能够告诉别人 哇你的成就的力有多大 而且能够很有挑战性 也有能够实现 而且也有时间的限制 不要是无限量的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设定目标的一些原则 然后计定目标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 而且有一个期待 有个愿望去清楚往这个方向去 也鼓励我们把目标写下来 所以我们下礼拜所做的功课跟工具 就按着这五个批来 一项一项的去写下来 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 把计划好好的规划出来 也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 现在的位置跟现在有的资源 跟到以后的目标 希望是去哪一个位置 跟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所以无论你现在的岗位是什么 跟你将来要三年后 五年后十年后的岗位是什么 都是给你一个目标 能够一步一步的 按部就班的去往这个方向 提高自己 能够提升一步一步的 有短期中期跟远长期 还有整个人生的中级的目标 那有这个达成目标的方法 就是要借着这十步 让我们不单止写了以后 要有行动 不只是有心动感动 一定要有行动 而且有时间的限制 能够争取时间 不要拖延 找到目标就有一个标杆的人生 刚提到我们有信念 特别我们不是靠自己单打独斗的 是靠着神 我们觉得说是靠着神能够事半功倍 神要祝福 在我们的目标 把这个计划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来愿意学习 不断的学习 能够或许有失败的时候 又站起来 又再去修改 而且也跟别人去讨论 知道说我这样做对不对呢 又回到刚刚我们说的 寻求神心一五不取的 怎么有神的子民 帮助我们每天去思考计划的时候 能够强化 也能够鼓励自己 最后就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跟有怎么样一个盘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能够对目标 说出它的重要性 那有了目标就是这个五个 这个三角形 就是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基地 最宽的 因为有了目标就清楚了 往什么方向去 那下面就比较快一点 原则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值观 character quotient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智慧 spiritual quotient 就在属灵上 在神的话语当中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信心 帮助我们怎么去做决定跟选择 所以在这五个P的模型当中 你在思考 你要找下一份工作 你的决定原则是什么呢 神有给什么的话语给你 来去做这样一个选择呢 我们都熟悉很多的经文 看到你们的功课当中 也分享了很多很好的经文 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无论我们怎么去寻求神 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像我以前在大学 研究院工作 婚姻教养孩子各方面 真的这个经文帮助我来决定 然后真的很奇妙 无论我多忙碌 从来没有说失去 没有去服事啊 还是去没有去教会的 结果真的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跟我跟神的关系 哇神的确把最好的成绩给我 最好的工作 最好的婚姻 跟最好的家庭跟服事 而且我们也记得要怎么放手 让神刚也提到了 Do your best 然后Commit to God for the rest 所以有经文提醒我们 人心里面的谋算很多 可是也有华的计划才能够实现 所以无论是真言十九章 还是路加福音十二章 都给我们很多的原则 说不要按着自己的贪心 来去想赚大钱 刚刚也听到同学的分享 所以祷告 看神的话 也给我们正确的原则 第三个P 就是我们的激情 PASSION 当我们做的事情 无论是工作 教会 家庭 所做的真的是我们的激情 也用到我们的优势的话 哇 就像如鱼入水 我们做起来就非常有干净 然后就很有动机 特别有兴趣 也很愿意的服侍其他人 在社区里面 在教会里面 也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 也用到我们的identity 我们的income跟influence 来去帮助别人 还有用我们的time talent and treasure 时间才干跟资源 我们上个礼拜 就很深入的去对自己多认识 看到我们的激情是什么 而且当我们在依靠耶和华行善 我们就知道 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 他就会让我们的信念 得到神所赐的 所以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的PASSION 我们下个礼拜多探讨 就知道怎么去帮助我们 规划我们的人生 跟我们的职业 第四个P呢 往外去了 就是与人家的互动 当中就有很多的领导力 软实力 也是我非常喜欢分享的 跟借着我过去高管培训 圣经里面的教导 跟工作服事的经历 很多能够帮助我们 怎么与人建立正面 有意义 彼此互动的一个关系 有关系呢 的确真的是没关系了 所以当中包括很多的软实力 沟通是个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怎么去 有沟通 就能够建立好的信任 像我这个礼拜天 有个课呢 就是讲说 父亲怎么能够跟孩子建立 有好的信任的关系 还有13个不同的行为 当中沟通是其中很重要的 然后建立人际关系 领导力 跟各样的软实力 然后在当中 人际关系就提醒我们 在真言27章里面提到的 说铁磨铁磨出人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所以感谢主 神让我们都成为彼此的子民 让我们彼此来帮助学习 就所以你们在群里面 有小组长 有天使 所以你们的天使呢 就是彼此帮助我们来 彼此带导的 然后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呢 我知道在工作里面 真的很不容易 特别如果我们在一个 比如我是一个女的 在一个工作里面 很多是男生 或者我是一个华人 在一个很多是外国人的环境当中 做起来可能也很多各样的挑战 感谢主 神会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 也足够的智慧 比如在马太福音 我常常提到这个经文 十章十六节 就是在一个很黑暗的 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 有很多所谓的政治 Politics 神会帮助我们 按照寻求神心 一五部曲的 让我们知道 怎么去明巧像蛇 寻良像鸽子 来建立这个人际关系 这个是我们以后 五月份的课当中 会更多的提到跟学会 怎么去建立这样的关系 最后的第五个P呢 就是大家都想要的 Performance 就是有好的绩效 那这最高的金字塔的顶端呢 就是让我们提到说 我们要很愿意的有贡献 伟生在这个项目 这个公司 这个团队当中 在这个家庭当中 好好用我们的硬实力 跟我们的个人品牌 有好多不同的香 很多的不同的Q 特别我们的IQ 跟我们的Adversity Quotient 逆香来去贡献 好那我们明白了 这五个P 我就给大家一些的例子 这样子你下礼拜呢 就可以开始去写 你自己的五个P 然后在设计这五个P当中 还记得我们这个真言 大家都很喜欢的经文 第三章第五到六节说 我们要专心养赖烟花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接着祷告 看神让你知道 你的五个P是什么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这五个P的模型上 都要认定神 祂就会指引我们的路 所以我在退休的时候 收到很多的卡片 其中这个卡片 是一个蛮好的总结 就是我过去33年工作当中 的确了把这五个P能够活出来 最后退休的时候 收到各样的感谢卡 跟鼓励的卡的时候 这一个同事所写的 就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也很大的激励 就是说我的工作有很好的一个 work ethics 就是我的很尽责 而且我的价值观 而且很愿意摆上尾身 那做的事情做得好 这个是不用说了 肯定是做得很好 也很多知识 可是这个同事说 除了这些以外 我能够把我的信仰 跟我愿意帮助别人 跟去爱跟接纳别人 这些是更宝贵的 那这个同事不是一个基督徒 可是他看到这两方面合在一起 真的留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影响 感谢主 真的就是我们这五个P 清楚能够明白 而且能够活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五个P之后 下礼拜就更深入地认知自己